我堂堂娱乐圈最八卦女星 被经纪人忽悠参加直播综艺 节目组偷偷给我带上新型科技设备 偷听我的心声 然后 鼎流小花被巴偷税5000万 流量小生被抱金主60岁 而我 贪财好色的那点小爱好全被人知道了 节目组 我要纪律师函 01 被经纪人打包扔进这个直播综艺的时候 我还是懵逼的 我一个黑料缠身 没有背景的小胡咖 何德何能能接到这个热门综艺 和鼎流小花流量小生 甚至金圈太子爷一起直播 我想了又想 终于明白 他们应该是拉我来当陪衬的 大家都是顶流 和和气气 哪有什么看点 非得有个找势的来潮热度 节目才有看点 才能爆火呀 想到这里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可是节目中心人物啊 好不容易有钱挣 我得让资方看清楚我的钱力 所以工作人员拿来几个奇怪的麦贴在我身上 并向我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时 我又一下子就懂了 这肯定是特殊待遇呀 直播综艺 我却比其他几个人都多带着麦 一定是我小牌大耍 节目组真是费心啊 这么不相信我的演技 但没关系 我一定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小牌大耍 但我不知道的是 节目组偷偷给我带上了 能窃听人的心声的新型科技设备 只有我一个 还专门给我分了一个板块 实时播放我的心声 不是 害人不能这么恶毒啊 我心里那点小九九 你们全都给我公布了 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啊 零二 但现在还不知道的我 在节目现场大放厥词 不 我只是在心里说说呀 来看我家顶流小可爱了 姐姐今天好美艳芽 某些人爱 咦 江宋那个小胡咖怎么也来了 看见他就烦 他不会强拉着我家哥哥吵碎屁吧 听说太子爷也来 真的假的呀 你们看见这次直播 开了个新的神秘板块吗 好好奇 这是啥呀 楼上等着看吧 我是内部人员 这次直播可够江宋喝一壶了 嘿嘿 一阵黑屏 新板块突然亮起 明晃晃的几个大字 高科技秘密录制 江宋实时新生分享 弹幕顺时又炸了 尊都假都 科技这么发达了 为什么没通知我呀 这次江宋算是彻底完了 大家都能看清他的真面目了 为什么不给其他人装啊 这好像不太公平哎 而且节目组秘密录制不太好吧 开始了 开始了 直播正式开始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工作人员看我的眼光都怪怪的 新生板块里 不是 今天大家怎么都这么怪 难道是我今天太美了 吸引大家目光了 还是大家都同情 我是炮灰 我轻壳一声 内心多了些许悲愤 按理说 我堂堂一个社会主义接班人 祖国的大好青年 又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总不至于 整个节目组都是我黑粉吧 弹幕里 不是 江宋脑回路这么不正常的吗 哈哈 整个节目组是他黑粉 亏他也敢想 怎么不想想自己配不配啊 头一次见这么夸自己好看的 也太自恋了吧 何况我们轻如艳牙好吗 03 头一个来的是许轻如 顶流小花 向来是观众眼里最有亲和力的明星 长得清纯 人也善良 不像我 走美艳挂的只会被人骂恶毒 说起来 他也买过黑通稿 骂我 我叹了一口气 钱难挣 屎难吃 我不想吃屎 但钱还得挣 于是挂上笑容伸出手 许轻如倒是回窝了 只是在镜头看不见的地方 他狠狠翻了的白眼 甚至拿纸巾擦了一遍手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我也拿起一张湿巾 从里到外开始擦手 反正黑料够多 也不差这一个 许轻如眉头一皱 背着镜头轻笑了一声 转过来对着镜头 假惺惺委屈道 宋宋姐一直在擦手 是觉得我脏吗 反正都是衬托他们 我也不装了 笑咪咪回道 对啊 你怎么知道 许轻如被我噎了一下 肉眼可见的生气 但又不能发火 暗暗咬着牙 我呲着个大牙笑 丝毫不知道 弹幕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 江宋太过分了吧 真一点教养都没有 建议滚出娱乐圈 我靠 轻轻都要被这个死女人气哭了 怎么会有人这么恶心人啊 真屌子无疑 建议楼上去看看江宋新生 你们家许轻如 还买过黑通稿骂人家 难不成人家江宋 还要给他好脸色吗 说不定是他杜转的呢 我们家清清 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倒是江宋说不定 反正我不信 就这破科技我才不信 不会是给江宋洗白的吧 零四 接二连三 其他人也都到了 流量小声沈毅 歌手陈岸和爱斗林思威 最后是金圈太子爷 顾陈白 我在心里发出尖锐暴鸣声 啊啊啊 不是 没人跟我说他会来啊 他一个大少爷 来这么个综艺干什么呀 不会是来找我算账的吧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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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的关系 不会被发现吧 要是被发现 我会被骂退圈的吧 万一 到时候 到时候我就回老家养猪 但牧里 不是 什么关系 难道江宋和太子爷谈过 只有我一个人的关注点是 江宋的嘴 啊不 心生这么碎吗 江宋真谁的热度都蹭了 没听见吗 被骂退圈 肯定是仇人呗 不知道干了什么 对不起太子爷的事 坐等他滚出娱乐圈 顾晨白淡漠的打了一圈招呼 只意味深长的扫了我一眼 倒没说什么 我深呼一口气 既然他装不认识 那我也装不认识 太子爷什么都有 应该也不会计较我当年那点破事 一个节目而已 大不了上完这个节目 我就回家养猪 照样潇洒快活 05 节目组一辆面包车 把我们几个一路送进小山村 嘉宾分了两组 沈亿 陈岸 林思薇一组 那么 那么就是我 许清如和顾晨白一组 想死 主打一个想死 第一个任务 哪一组先到达安全屋 哪一组晚上就有房子睡 另一组只能在外面搭帐篷睡 我带了两个行李箱 顾晨白带了一个 许清如一个人 就带了三个行李箱 村里的路崎岖不平 几乎都要靠搬过去 许清如一脸羞涩 娇滴滴的跟顾晨白说道 陈哥哥 我带的行李有些多 你可以帮我搬一点吗 顾晨白冷淡的瞥了他一眼 叫我顾总就好 我忍不住扑吃一声笑出来 心里忍不住嘲笑 顾总 他好装啊 怎么几年不见 他现在装得这么高冷 许清如面如菜色 一脸尴尬 弹幕里 顾总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许清如也有碰地的时候 江颂和我想的简直一模一样 他真的好装啊 虽然我能明白太子爷是不想许清如叫他成哥哥 但还是好好笑 怎么感觉太子爷好像不太喜欢许清如呢 顾晨白说道 我先把自己的送过去 再回来帮你们搬 说吧 他提着自己的一个箱子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又顺手拿走了我一个箱子 一个人先过去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许清如的脸都气红了 笑容都快憋不住了 他撞死轻易地贴在我耳侧 小声威胁道 江颂 你给我搬 不然等我做完节目就封杀你 我挑了挑眉 他威胁我 谁惯的你 刚要说出口 突然灵机一动 笑眯眯开口 好啊 我帮你搬 然后我提着他的箱子刚走两步 一个不小心 就把箱子失手 掉进了臭水沟里 首饰 护肤品 衣服散落一勾 06 江颂 许清如眼睛瞪得同龄大 眼睛都红了 明显是气狠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只看着行李箱 心里感叹一声 好多钱啊 好羡慕 为什么我一个月就只挣2500 然后就见证了 顶流小花的精彩演技 他指尖颤抖地指着我 语气委屈 又不可置信 宋宋姐 你怎么能这样 就算你不喜欢我 你也不能故意把我的箱子 刷一下跑走了 等等 刷一下跑走了 我愣了一瞬 忍不住服额 在心里骂道 死丫头 使不完的牛进 用谁给你搬行李箱啊 弹幕里本来都在骂我 突然涌入一片笑声 让许清如的粉丝奇怪不已 但片刻就骂得更狠 毕竟扔行李箱这件事 确实是板上钉钉 江颂好恶毒 太子爷随便帮他搬了箱子 他倒好 把别人的箱子 扔进下水沟 我们轻轻都被他气哭了 我真的无语死了 这死绿茶能不能被赶出节目 真是受不了了 随便丢别人的东西 没爹没娘娇吗 真是没教养 我哼着小曲慢慢往安全屋靠 路上还遇到了另一组 那个顶流小声 沈亿 冲我眨眨眼 搭着我的肩膀 用他自以为性感的气泡音说道 怎么一个人 没关系 哥哥帮你拿 妈的 他好油腻 我急忙正脱开 露出个假笑 刚想拒绝 就听见一道轻烈又熟悉的声音 不用了 我帮他拿 07 顾沉白面上清冷 言语间却带着微微急促的呼吸声 像是急匆匆赶来的 他把行李箱 直接从我手中提了过去 走吧 还要赢呢 说吧也不理沈亿 直接拉着我走了 我有点尴尬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干笑了一声 问道 路上没遇到许清儒吗 怎么没帮他搬啊 他微微皱眉 答道 他提着两个箱子跑过去的 我看他不怎么费劲 就没管 我心里又忍不住泛起一点波澜 其实我也不费劲 但是既然有人帮我拿 何乱不为呢 再说了 许清儒也不能怪我呀 但是顾沉白 顾沉白 弹幕里 我不信 我不信江颂和顾沉白 没点什么 江颂新生里 顾沉白三个字都他妈刷屏了 这里绝对有隐情 隐情 有什么隐情 江颂单恋太子爷呗 太子爷只是绅士 可不是瞎子 看不上这种坏女人的 真别说 江颂真是痴心妄想 他哪里配得上太子爷呀 耍大牌 欺负新人 点男模 他什么样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说真的 我觉得江颂和太子爷 有点不对劲 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 08 信而有顾沉白 最后我们还是住进了屋子里 导演组很是心狠 一点帮助都不给 第二个任务 就让我们自己解决晚饭 可以出去帮人干活 换取食材 也可以帮节目组 做任务换钱买食材 总结 食材要自己挣 饭要自己做 虽然我会做 但我在心里想了想 我是个陪衬啊 我的作用是什么 炒热度啊 我要是不找师 我怎么对得起 拿的这份钱呢 于是我心安理得 往躺椅上一探 眼睛一闭 虚弱的抬抬手 我不舒服 可能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 弹幕里 江颂这个意思 他是节目组 拿着剧本炒热度的 哈哈拿钱不干事 只要动动嘴皮子 我也想要这份工作 所以他就心安理得的 等清清和太子爷 给他做饭呗 他怎么那么大脸呢 他真的 我哭死 还担心对不起资本家列 节目组导演内心呐喊 不是 谁跟江颂说 他拿着剧本啊 谁给他剧本啊 这是污蔑 污蔑呀 我舒适地躺在 那把躺椅上 双手交叠放在肚子上 格外安详 不禁在心里赞叹 我可真是个合格的工具人啊 只是顾尘白不对劲 他曲着大长腿 有点别扭地蹲在躺椅旁 咳了一声问道 你哪里不舒服 我难得卡了壳 饿了半天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上突然泛起一点红 低声说道 我知道了 今天是五号 我还在懵 不是 你知道什么了 什么五号 弹幕里 我也没看明白 太子爷知道什么了 有谁看懂了吗 不知道 但我磕到了 太子爷好像很关心江宋来 他匆匆走了出去 许清卢又白了我一眼 准备跟着顾尘白出去 走前还查我一句 宋宋姐 你想休息 就在这里休息吧 我和尘顾总去就行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离开 就看见顾尘白端着一碗 不知道什么东西回来了 他沉默着把碗向我这递了递 是一碗红糖水 零酒 我沉默了 不是 真没有 他怎么这么会想 他从哪里想的呀 他不会觉得 女人的生理期永远不会变吧 他执拗地把碗举在哪 脸上的担忧 到底让我软了心肠 我最终还是把 那碗红糖水接了过来 一饮而尽 裤尘白皱着的眉头 总算松了些下来 我抹了抹嘴 咬着牙 忍不住在心里骂道 我真是服了 这小子没变 还和年轻的时候一样傻 装得人不人样 傻得千奇百怪 除了有点钱 有八块腹肌之外 他有什么 他是一点脑子都不长 老娘当年和他分手 分得没错 就该分 当年就不该贪图 贪得八块腹肌 顾尘白和许清如 出去找食材了 我一个人躺着 在心底骂骂咧咧 殊不知这些新生 在被全网时间 网上弹幕 实锤了 实锤了 江颂和太子爷谈过 哈哈 太子爷知道自己在 钱女友嘴里 傻得千奇百怪吗 哈哈 笑死了 他说太子爷 除了有八块腹肌 有钱 什么也没有 不是 洗白的手段 你们还真信啊 节目组说是江颂的新生就是啊 背后有金主了吧 这么给他洗白 还曾太子爷热度 坐等太子爷知道 看看他什么下场 十 那个沈亿有意无意的 又凑到我跟前来 虽然一张脸还看得过去 但是我实在很难 跟他亲近起来 偏偏他非要过来惹我 他刻意压低声音 皱着眉头 小颂 你没事吧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看看 我再次露出假笑 还是要给人家一点面子 不用了 谢谢你啊 他一手插兜 一手自以为帅气的 撩了撩额头的碎发 故作俏皮的眨了眨眼睛 然后伸出手来想掐我的脸蛋 幸好被我躲了过去 没事 照顾你们女孩子 是我们男生应该做的 趁我不背 他又伸手摸了我的头发 我 我差点忧出来 我面上敷衍 心里忍不住暗暗八卦 他背后不是有金主吗 怎么还敢到处勾搭女明星呢 等一下 他身上不会有老人味吧 上次晚会就听说 那个男大佬有60岁 为了红 他真的 我哭死 可惜我貌美如花 实在对老头子下不了手啊 我还是当个糊糊好 话说60岁还能行吗 沈亿察觉不到我的内心活动 绅士班诗世然离开 走之前 还给我抛了个魅眼 只是网上炸开了锅 热搜一个接一个的上去 警号沈亿60岁金主 警号 警号江宋新生爆料 警号 警号60岁 究竟还能不能行警号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的账号全面沦陷 我家哥哥一步一个脚印 走到今天 全靠自己努力 有些人真是不要脸 是不是自己有个60岁的男金主啊 节目组洗白手段也太明显了 还拿沈亿给江宋铺路 一点证据都没有就造谣 早晚进橘子 支持江宋这种垃圾滚出娱乐圈 随便污蔑别人真恶心 节目组想到这种方式 必然会有热度 只是没想到我爆的料这么大 让他们不得不下场解释 该科技为最新研发 经过上百次实验 绝无可能出错 并且为保证真实性 全程秘密录制 节目嘉宾均不知情 11 节目组虽发了声明 但沈亿粉丝并不买账 再加上许清卢的粉丝 一起在网上不留余力地抹黑我 也有一小部分人保持怀疑 但终究抵不过他们 屁一罩 造黄瑶 八隐私 他们洋洋自得地说 江宋从小就没妈 所以没教养 江宋他爸就是农村里养猪的 怪不得他一身土气 江宋当年上大学 就是靠出去卖换的学费 江宋跟太子爷好 是因为他死皮烂脸缠着人家 太子爷善良 没想到他忍不住出去偷星 被太子爷发现 就一脚踹了他 江宋演的角色 都是靠半夜进导演房间换来的 一个人说我有罪 一群人给我定罪 虽然我还被蒙在鼓里 但节目工作人员看我的眼神 明显多了几分鄙视 我莫名其妙 干嘛都拿这种眼神看我 我就躺了话 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 不会是我刚刚在导演组那 偷了块饼干的事被发现了吧 我站起身来 对着几个工作人员 一正此言 饼干是不可能还的 影响都别想 12 网上的热度越来越高 到处都是声讨节目组的粉丝 只是随着几张照片的出现 事情彻底走向疯狂 不知道是谁爆出来的 沈亿和大佬的床照 和其他女人开房的照片 甚至还有多人运动的照片 高清无码 远都远不过去 强倒众人推 挨骂的一下子变成了沈亿 她的粉丝也不说话了 我靠 沈亿私底下也玩得太花了吧 她是真的昏速不济呀 不是 就是还有死忠粉呢 你们在给哥哥做数据的时候 哥哥在和不同的人睡觉 那江颂说的都是真的了 许清如黑他 威胁他也是真的了 别造谣好吗 我家清清不会干这种事的 建议楼上别说大话 沈亿的粉丝一开始也是这么说的 许清如的粉丝被气得牙痒痒 奈何没有半点办法 这爆料一出 节目组又添油加醋 拿出什么科学报告 再三证明一气真的是真的 我的心声也是真的 网上的声音终于改变 江颂好像没那么讨厌啊 他确实也挺好看的呀 他只是喜欢吐槽 他有什么错 他和太子爷真的有点好嗑 我宣布我要24小时蹲在这 是奸 呸 监督他的心声 可是顶流完了 我爆火了这件事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我要是知道了 肯定不会干这些蠢事的 十三 顾尘白和许清如一前一后回来 带了不少食材 顾尘白关切的眼神依旧落在我身上 薄唇清敏 似是想开口说些什么 却被我开玩笑时的一句话堵住 哈哈 你们真是般配呀 顾尘白脸黑了 许清如脸红了 我在心里默默感叹 还好我机灵 一句话就能撇清了我和他的关系 网友 笑死 撇不开一点 顾尘白不说话 漆黑的毛子藏着些说不出来的情绪 默默去做饭了 许清如冒着粉红泡泡 跟在顾尘白身后 我依旧躺着 人生那 能一直躺平该多好啊 如果我再有点钱 我就找十个顾尘白 不 二十个顾尘白这样的 给我洗衣做饭 还可以陪我养猪 简直完美 网友 我都不敢想这样会有多快乐 他居然敢想 十四 四菜一汤 还全是我喜欢的 等一下 顾尘白什么时候这么会做饭了 我愤愤咬了一口肉 他已经不是那个蒸个米饭 都不知道放水的顾尘白了 我走了的日子 他肯定已经有了别的饱 我又愤愤咬了一口肉 这菜真合我心意啊 都是我喜欢的 糖醋里脊 辣椒炒肉 等一下 这菜怎么都是我喜欢的 顾尘白给我加了一块糖醋里脊 向来高冷的脸上多了几分忐忑 你尝尝这个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我突然呆滞了一下 一个不可能的念头浮现在心底 难道他上这个节目是为了我 他还喜欢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当年我甩了他 他气得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怎么可能还喜欢我 网友 我看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瞟了顾尘白一眼 即便在破旧的房屋和昏暗的灯光里 他依旧坐姿挺拔 眉眼精致 俨然一副贵公子的模样 再看看我 虽然聪明睿智 貌美如花 善良大方 心胸宽广 但是 但是 我没钱啊 我怎么配得上他 悲从中来 我愤愤地又扒了一碗大米饭 网友 好家伙 你优点挺多啊 十五 晚上睡觉 直播结束 新生板块却没关 因为只有两间房 我不得不和许清如住在一起 许清如微微抬头 眼睛里都是轻蔑 他仅剩的两个箱子里 依旧都是我用不起的东西 我不由得在心底感叹 妈的 有钱真好 我什么时候能这么有钱啊 他忽然站起来 居高临下 眉眼一抬 随意开口 晚上 你睡地上 我睡床上 就这样吧 我发出震惊三连问 你多大的脸 居然还命令我 你怎么不睡地上 许清如究竟是什么狗东西 让我睡地上 脸这么大 是一张床放不下吗 许事件直播关了 许清如也不装了 端得高高在上 格外优越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睡一张床 你知道我什么地位吗 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吗 只要我一句话 你就别想在娱乐圈混了 也不知道节目组怎么想的 找你这样一个 蠢会上节目 我一下子扑在床上 捂住耳朵 摇头晃脑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他气得发抖 却又无可奈何 冷哼一声 又嘲讽道 就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又胡又没钱 不知道赔了多少次睡进来 看见太子爷就走不动道 真以为人家看得上你 我翻过身来 毛子里的冷光一闪而过 语气调笑 却透着几分威胁 赔睡 那我可没做过 可是听说某些人 上部去签了什么合同 偷税漏税了五千万啊 许清如眼睛里 忽然透出几分慌乱 你胡说 靠 看他这反应 我听说的是真的 偷税漏税五千万 他怎么敢的 不行 我一个执法守法的好公民 下了节目我就去举报他 为国家做贡献 我骄傲 我自豪 许清如在我这里逃不着好 发泄式的甩开门 留下一句愤恨的你完了 就怒气冲冲的 找节目组换房间去了 16 而我的新生板块里 评论相当活跃 许清如背地里 是什么大小节脾气 连床都不让人睡 还让江颂睡地上 他咋这么做呢 许清如的粉丝 抵死不认 不可能 清清不是这样的人 直播都关了 谁知道江颂在干什么 说这些 说不定就是在污蔑清清 下一秒 许清如偷税漏税 五千万 他怎么敢的呀 我十辈子都赚不到五千万 清清不可能偷税漏税的 不然早就被通报了 江颂这么说 也太恶毒了吧 那可不一定 毕竟审议已经谈完了 证明人家江颂没说谎啊 家人们 我已经向税务机关反应了 让官方调查呗 反正我们大家一起抵制 偷税漏税的艺人 没人想到 一天之内 会有两个鼎流艺人 因为我的新生就此他房 也没人想到 我一个黑料缠身 本来被节目组打算击添的小胡咖 凭空多了一千万粉丝 节目组在挣扎 而我 正享受着单人房的自在 揪着仙人长的刺 思考人生 顾晨白喜欢我 不喜欢我 喜欢我 不喜欢我 总之 顾晨白敲我房门的时候 仙人长秃了 他刚洗过澡 身上还带着些许水汽 眼尾晕得通红一片 少了些疏离 多了几分柔和 我在心里默念 顾晨白看起来好好睡 不是 好好看 怎么办 有一点喜欢 上次点那些男膜 确实没太好看了 不行 不行 我得控制住 我面上只问了一句 顾总 来找我有什么事 听见那句顾总 他垂下眸 长节落下一片阴影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抬起手 语气有些说不出的落寞 我去要了些暖宝宝 给你 十七 我沉默了一瞬 终于想起下午的事 尴尬回道 我不需要 可惜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打断 顾晨白自嘲般笑了一声 是不需要暖宝宝 还是不需要我 我紧紧抿着唇 生怕自己吐出脏话来 少年 你想多了 我没这意思 真的没有 话说到这份上 我还真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我大胆发问 顾晨白 你还喜欢我 他笑了一声 带着三分苦涩 不明显吗 我以为我能忘记你 可是 我就是把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也想苦笑 所以 你就把我当年的生理期 记到现在 虽然有点傻 但听起来 有种异样的感动 是怎么回事 我琢磨着 还是开了口 可是顾晨白 我们从来不匹配 你是金圈太子爷 有权有势有钱 家境好长得帅 而我呢 嗯 除了一点点优点之外 只是个小山村里出来的女孩 从小跟着我爸养猪长大的 说不定 以后在娱乐圈混不下去了 还要回家继承我爸的养猪场 咱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况且 你妈当年给我写了一千万的支票啊 我不能还 再说 都捐给贫困山去了 我哪有钱还 她的眼睛忽然亮了亮 露出一股异样的神采 那如果 我愿意以后和你一起养猪呢 我再次沉默 那是我的猪 等一下 太子爷养猪是什么样子呢 不对 她不会是在跟我告白吧 这句话 冲击力实在太大 我实在想象不出 顾晨白陪我一起养猪的画面 但看着她充满稀奇的目光 我终归还是不忍心 说道 我考虑一下哈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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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和我一起养猪爱 怎么办 可耻的心动了 她肩宽腰细 还有八块腹肌 肯定是打猪草的一把好手 而且手感还好 看着也养眼 网友 真的 江颂为什么不跟猪过呀 她真的 太子爷把她放心里 她把太子爷放地里 她心眼还怪好嘞 太子爷他妈给的分手费 还都叫她捐咯 好了 都让让她吧 我信她 她没什么坏心眼 她就是在乎那两头猪 十八 我做了一晚上梦 梦里顾晨白 带着一个粉色的围裙 抱着一个墙宝 她一脸慈爱 高兴地告诉我 江江 你看我们的孩子 扒开包袱一看 我就被吓醒了 墙宝里是一头小粉猪 她冲着我 妈妈 又冲着顾晨白 爸爸 我搓了搓脸 神情呆滞 怎么也不能完全 把那股刺脑的感觉压下去 救命 好多年没做过 这么离谱的梦了 不养猪了 还是不养了 会娱乐圈挺好的 直播早就开启 弹幕已然笑风 憋不住了 江宋做的梦都好好笑 我现在闭上眼睛 都是他俩抱着一头小猪 江宋一下子听到猪都PTSD了 哈哈 也是个好事 终于不用看到 太子爷和他一起养猪了 可惜太子爷还不知道 哈哈 顾晨白看我僵着的脸 有些担心 着急地问道 江江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哪里不舒服 我看着他 脑子突然不转了 丝毫没有想起 还在直播的事情 顾晨白 你以后别穿粉色围裙 也别养猪了 他愣了一瞬 眼睛里忽然蒙上一层水雾 江宋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我白白手 没有没有 他眼睛一亮 你愿意重新和我在一起 见我不说话 他又补充道 我会做饭 也可以养猪 我一正词严地打断他 神情从未如此认真 不 我和你在一起 你不要养猪了 我还是喜欢你 不喜欢猪 顾晨白突然朝我抱了过来 好 十九 不对 怎么总感觉 公废恋爱综艺呀 这是 要不是那个梦 太子爷高低得多等两天 等我终于想起来 这是直播的时候 已经晚了 我试探着问导演 这有延迟不 导演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缓缓摇了摇头 我摇摇牙 认就认了 大不了被骂 我的黑粉也不差这几个了 网友 别胡说 你已经没有黑粉了 只有一辈子也抹不去的黑历史 可惜这综艺到底没录下去 公安机关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一起来了 他们把沈亿和许清卢带走的时候 我都还是懵逼的 当然 他俩当事人也很懵逼 怎么上个综艺 突然就被抓去问话了呢 直到有人给我看了直播 将送新生板块 总不至于 整个节目组都是我黑粉吧 好多钱呢 好羡慕 为什么我一个月就只挣2500 可惜我貌美如花 实在对老头子下不了手啊 我还是当个糊糊好 如果我再有点钱 我就找十个固陈白 不 二十个固陈白这样的 给我洗衣做饭 固陈白看起来好好睡 不是 好好看 他想和我一起养猪爱 怎么办 可耻的心动了 我 我想死 不要拦我 我已经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了 我终于把那几个奇怪的卖摘下来 神情僵硬 固陈白听着工作人员的解释 皱了皱眉头 他急忙看向我 瞧着我上毫无泄色 他眼里都是担心 他又紧紧攥住我颤抖的双手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脑子这么冷静 这么清醒 固陈白 下辈子我再和你在一起吧 这辈子可能没机会了 永别了 二十 我眼前一黑 再没有意识了 只记得好像落在固陈白怀里 他的怀抱还挺温暖的嘞 再醒来 我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 固陈白坐在一侧 江江 你别难过 我已经给节目组发律师寒了 他们在不告知你的情况下用这种手段 肯定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我看着天花板 心如死灰 颤抖着问道 你是不是也看见了 固陈白点了点头 好了 死透了 我用被子蒙住头 不想面对事实 所有人都看见了 我兢兢业业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人设 都毁了 我的清白啊 我虚弱开口 我病了 短时间出不去了 固陈白倾笑了一声 拉着他怎么也拉不开的被子 缓缓道 江江 你账号多了一千万粉丝 你好像红了 我瞪大眼睛 真的 他把我连被子一起抱起来 真的 而且今天有好多代言 剧本找你 有好多钱 我刷一把拉开被子 目光认真 神情坚定 固陈白 我觉得我应该好了 可以出院了 开玩笑 面子算什么 人不能拿钱开玩笑啊 固陈白皱着的眉 终于彻底松了下来 他弯了弯嘴角 声音也轻快 江江 我还有个问题 我抬眼望着他 什么 点难膜这件事 呃 我还是有点晕 我再睡会儿 番外 好不容易收到节目组的报酬 我翻箱倒柜 却找不到我的银行卡 难难道 奇怪了 我卡呢 固陈白穿了一身 小猪印花的粉色围裙 虽然是被我威逼领诱的 但胸肌和粉色围裙 真的很配 他两指尖夹着一张卡 平静且和善的冲我笑了笑 江江 你的工资卡 我眼睛一亮 伸手去拿 他却一手揽过我的腰 把卡一到身后 笑眯眯问道 江江 我做饭好吃吗 我心性眼 好吃 你做的都是我喜欢的 他又问 那我洗衣服干净吗 我再次心性眼 干净 你洗的堪比洗衣机 我眉头一皱 等等 他好像就是用洗衣机洗的吧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他依旧举着那张银行卡 壮若无意再次开口 我自信扬眉 当然 腰间的手骤然收紧 不可能 还好我反应得快 顾沉白黑脸 江颂 我眨眨眼睛 亲了他一口 眼望解释道 顾沉白 你放心 咱们家只有你一个会洗衣做饭的 他唇角上扬 像被捋顺了毛 那还差不多 瞧他心情好 我抿了抿唇 弱弱开口道 但是 那个 我领回一个不会洗衣做饭的 不出意外 他又炸毛了 一字一句 咬牙切齿 你 说 神 妈 是谁 每个野男人 连洗衣做饭都不会 还想要进门 我黑黑一笑 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 他不野 他很欺人的 顾沉白委屈 你向着他 我吉利解释 他香香的 还很可爱 顾沉白炸毛 你喜欢他 我指天发誓 我绝对更喜欢你 但是 但是 那个小香猪真的很可爱 顾沉白 若干年后 顾沉白攥紧拳头 再次为这只猪咬牙切齿 老婆 说好的 他只是只小香猪呢